声称戴不戴口罩是个人决定 白宫美女发言人麦肯内尼 这家可把记者们给吓傻了 麦肯内尼在推文中 强调自己自10月1号起 每天检测都是阴性 如今将接受隔离远端工作 但就怕为时已晚 麦肯内尼确诊前一天没戴口罩 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 连CBS电视台记者都忍不住说 感觉在北韩比在白宫采访还要安全 如今的白宫实在太疯狂 麦肯内尼过去就曾被职集 戴口罩做半套 一边走口罩一边飘啊飘 被质疑难不成美女发言人 太想露脸轻呼疫情 而麦肯内尼除了曾和疑似感染源的 美女幕僚长西克斯接触 26号也曾出席大法官提名记者会 再上当时也在场的 两名白宫复发言人 记者会上已经累积十一人确诊 白宫官员把检测结果当免死金牌 如今害得采访记者提心吊胆 也让抑制病毒散播的工作 变得难上加难 3D新闻上不早